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学习ARP协议 以及RAP协议 那么在学习之前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在前面概述篇 我们在学习这个数据列录层的时候 是怎么样进行这个数据真的转发的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简单的网络托普的话 对于这个数据真的转发有四个步骤 分别是这个A通过网卡发出数据帧 然后呢数据帧到达路由器 路由器取出前面的六个字节 然后第三步路由器匹配这个Mac地址表 并且找到对应的网络接口 第四步呢就是这个路由器 往这个网络接口发送这个数据帧 以此来完成这个A到C的这个网络通信 那么在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这个路由器 它不知道这个C的Mac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呢就是说这个路由器 如果说不知道这个C的这个Mac地址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A的数据包进行一个广播 那么这个广播将会把这个数据包 发送到C或者是B的两个计算机 那么这两个计算机呢将会发送一个回应包 那么这个时候A就接收到了这个来自B和C的回应 并且把Mac地址以及对应的这个接口 记录下来 那么这个是解决这个不知道Mac地址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了这个过程呢 我们在前面进行这个转发流程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也提到了对于这个转发的流程 A把这个IP数据报交给数据链路程 那么将会告知这个目的的Mac地址为E 那么A是怎么样知道E的Mac地址的呢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本集课需要学习的 那么对于刚才的这个过程 以及这里面的这个步骤呢 其实都是属于这个ARP协议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学习这里面的ARP协议 以及RAP协议 那么什么是ARP协议呢 ARP协议它的全名呢 叫做这个地址解析协议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那么它的协议的作用呢 就是把这个网络层的IP 上是2位地址 转化为这个数据链路层 Mac48位的地址的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属于这个ARP协议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 那么这个表呢 我们称之为ARP缓存表 那么这个表呢 它的形式是这样子的 也是一个映射 分别包括这个IP地址的信息 以及Mac地址的信息 比如说这里面 如果说这个192.168.83.254 那么这个是点分实进制的IP地址 那么在ARP缓存表里面呢 将会有一个对应的Mac地址 除此以外 还有很多的IP地址呢 都是有这个Mac地址的 那么这个就是ARP缓存表的一个信息 那么对于这个ARP缓存表的使用呢 将会分成两种情况 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在查询ARP缓存表的时候 发现这里面的表 缓存着这个IP地址 以及Mac地址的依识关系 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缓存表 没有缓存这个IP地址 和这个Mac地址的依识关系 那么如果有缓存的话 那么将是这种情况 这里面A可以直接的告诉 这个数据内容层 这个E的Mac地址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这个缓存表里面 有这个Mac地址的缓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接线机A只需要查询这个ARP缓存表 就可以知道这个E的Mac地址表是什么了 那么这个是属于缓存表里面 有缓存这个IP地址到Mac地址 这么一个映射的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属于这个缓存表里面 没有缓存这么一个映射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 其实这个时候的处理和前面所介绍的这个过程 是类似的ARP协议 它会广播某一个IP的信息 那么收到这个广播之后的所有设备呢 将会回应一个包 表示说我是不是这个IP地址 那么如果是的话 这个时候这个广播的物理设备呢 将会记录这个IP地址 以及对应的Mac地址 那么这个呢 和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个过程是类似的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 好的 了解了这个ARP缓存表的两种情况 我们先简单的总结这个缓存表 那么这个ARP缓存表呢 它是属于ARP协议 以及ARP协议的一个运行的关键 那么这个缓存表呢 其实是缓存了这个IP地址 到Mac地址之间的映射关系的 那么我们在网络层进行数据转发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需要经过这个数据链路层 以及物理层的进行传输的 因此呢 在网络层进行数据报转发的时候 它首先需要通过这个ARP协议 把ARP地址转化为这个Mac地址 然后告诉这个数据链路层 然后呢 这个数据链路层才可以进行这个数据链的传输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的ARP缓存表呢 它的记录并不是永久有效的 它有一定的期限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Mac地址呢 它是永久不变的 它是每一个网络设备的一个唯一的身份证 对吧 但是呢 这个IP地址是变化的 因此呢 对于这个IP地址到这个Mac地址的映射呢 它其实并不是唯一的映射 它会随着这个IP地址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呢 这里面的ARP缓存表的记录 并不是永久有效的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所记住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些命令 来了解计算机的这个ARP缓存表 好的 我们打开这个命令行 这里面呢 查看ARP缓存表的这个命令呢 是ARP1-A 那么这里面呢 将会列出所有的IP地址 以及Mac地址的一个映射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192.168.0.1 它的物理地址是这个B40F3BARC8F0 然后呢 还有这个0.100的这个对应的物理地址 还有0.255的对应的物理地址 还有很多的别的一些IP的这个物理地址 那么这个呢 就是通过这个ARP1-A这个命令 来了解这个ARP缓存表的一个过程 那么了解了这个查看本机ARP缓存表的一个命令之后呢 我们就再来了解这个ARP的协议的具体的这个报文信息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ARP协议呢 它是直接封装到这个数据列入层的数据证里面的 这里面 上面的呢 是这个数据证的格式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指定了具体的类型是0806 它呢 就是这个ARP协议的请求或者是应答 这里面的请求应答呢 它占28个字节 后面的pad呢 这个pending呢 指的是这个填充的内容 这里面的填充呢 有18个字节 那么对于这里面的28个字节呢 它是由这个硬件类型 协议类型 标记 发送端的以太网地址 发送端的IP地址 以及目的端的以太网地址 以及目的端的IP地址所组成的 这里面一共有28个字节 那么在这里可能有同学就有疑问了 既然这个ARP协议 它是直接封装在这个数据真的 那么为什么ARP协议是属于这里面的网络层的内容呢 那么主要是因为这里面的ARP协议呢 它使用到了这里面的IP地址 所以呢 这个ARP协议呢 它是属于这个网络层的内容 那么ARP协议呢 是这个网络层和这个数据联络层 可以配合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协议 了解了ARP协议 我们接下来简单的来了解这个ARP协议 那么ARP协议呢 它的全名叫做这个逆地址解析协议 顾名思义 它就是与ARP做着相反的工作 它呢就是把这个Mac地址 转换为这个IP32位地址的一个协议 那么ARP协议呢 今天已经比较少用了 那么为了配对的去理解呢 我们这里面还是简单的学习这个ARP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呢 它的数据格式呢 和这个ARP协议是类似的 同样有两个字节的类型 以及28个字节的这个具体的内容 还有这个18字节的填充信息 那么这个呢 就是ARP协议数据中的一个格式 那么在这里面呢 了解了这个ARP协议以及ARP协议呢 我们就可以对前面这个IP数据报的转发流程 进行一个补充了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是直接的描述说 这个A如果需要把这个IP数据报 转发交给这个数据链路程的话 那么它是直接告知这个目的的Mac地址为一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学习了这个ARP协议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它其实是先查询了这个ARP的缓存表 然后呢才知道这个目的的Mac地址为一的 那么这个是属于一个补充 那么第二步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里面的直接告知呢 它有一个过程 就是先查询这个ARP缓存表 然后才知道这个目的的Mac地址为F的 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以及第三步 直接告知也是先查询ARP缓存表 然后再告知的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对前面这个转发流程 进行一个简单的补充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补充加入了这个ARP协议的具体的工作内容 那么希望这个补充之后呢 同学们更能理解这个ARP协议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最后简单的来总结本节课的具体内容 那么这里面的ARP协议 以及ARP协议呢 它是属于这个协价里面的最基础的一些协议 它主要是协调完成这个网络层 以及数据电路层的一个配合的工作 然后就是这个ARP协议 以及ARP协议的操作呢 它的程序员是透明的 我们程序员并不需要使用这个ARP协议 以及ARP协议 包括未来呢 我们对这个网络进行编程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使用这个具体的协议的 但是呢 在这里面我们还是需要对这个协议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因为了解这些协议呢 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里面网络分层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知道这个ARP协议 以及ARP协议呢 它是协调这个网络层 以及这个数据电路层 进行配合工作的一些协议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具体内容